昨天上映了一部国产动漫《风宇宙》,又是一部没叫人失望的中国风动漫,如果不出意外,这将是今年暑期大的现象级国漫电影,近几年国产动漫强势崛起。 在大电灵方面,从以中国风题材西游记为背景的大圣归来,到画风中国特色鲜明的大鱼海棠,都让人见证了中国风动漫的强劲发展动力和广阔市场。 国漫其实早在多年前就一直在努力前行,最开始的秦时明月,以秦始皇时期为背景,讲述在历史的乱流中如家、道家、法家等著子百家的兴衰更替,还有画江湖、侠岚等。 刚上映的《风宇宙》就是以侠岚为背景创作的,其中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来抵抗邪恶,就是借鉴了中华的传统文化。 我去年看过的《全职高手》,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游戏,讲述了游戏玩法的灵活、多变、人心的险恶以及追逐梦想的坚持,还有今年刚看完的艺人之下,处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底蕴,把中华武术和道教等文化融合在一起,达到了一个独特的艺人世界。 像武当山、少林寺、龙虎山等就在我们现实生活中,让我们带入到其中,就像是身边总有一些身怀绝迹又深藏不露的艺人,维护着他们艺人世界的和平。 我突然想到一本小说,《我的女友是胡贤》,也是在冒事中有修行人。 其中的修行知识,好多都引用了中国传统衣书上面的话,让人看得半真半假。 我差点跟着练下来成仙了,有兴趣可以看一下,以及刚播的《魔道祖师》画面满满的中国风,受到人们喜爱。 当在有人问你国曼,听什么崛起的时候,你可以把这份动漫的名单给他。 我们国产电视剧在干嘛呢? 这里的国产电视剧,知道,是那些披着中国风的外皮,就用一些尴尬的剧情来凑,改变一些热度很高的小说,也能胡乱地拍个低粉。 柴天记4.1分,三生三世十里桃花,6.4分及格了,古剑西谈25.5分,扶摇4.8分,请了一些流量明星,演技全程不再现,剧情也与原著相差太多,令人失望。 希望电视剧可以多多打磨剧本,让故事吸引人,就根本不用请流量明星来带收视率,把省下来的资金做做特效和后期,观众的评委和审美已经提升了,是否用心制作是感觉出来的。 当国外有人问你看什么国产电视剧的时候。